这个视频大家都看了 真的是个很惨的事故 我也看到很多博主在分析 说他动作不行 还不会讨杠 的确这个人本身存在失误 但是问题更大的应该是健身房 包括整个行业都存在问题 因为但凡他有一个好架子 他会在深蹲框架上练窩推吗 而且是个人他就会失误 哪怕是你练到贾赫特这份上 他也有可能会脱手 真正不会失误的是这些铁家伙 如果这个人他有一个保护杠 他也不会被压到脖子 而真正在保护杠的窩推架有几个呢 我住在南京 大大小小的健身房200多家 而真正有赛架的也就5家 大多数是这种设计 极不合理的窩推架 如果你真的想做好防护 那就只能去深蹲框架那边去练窩推 可是大多数的健身房 也就一两个框架 你在那练窩推 就会影响别人练深蹲 所以很多人不得不用 这种垃圾架子去练窩推 不得不去学怎么去讨葬 而且很多健身房 还配这种轴承非常滑的曲纵杆 一不小心就会脱手 就像老板生怕你不受伤一样 一个便宜的赛架也就三四千 真的不贵 而且这个问题我还问过一个健身房老板 他的想法真的很资本家 他说我就不想搞这些专业的设备 不然像你这样练的好的人就都过来了 这种人不买课还占地方 会下跑女会员 这个老板还专门把30以上的哑铃都收起来了 我听的是相当的无语 健身房吸引的都是普通爱好者 他们本来就应该不会逃杠 应该动作不标准 就算他是个老司机 只要他想有所突破 那就必须要冒险去尝试新的重量 真正需要专业的是健身房 提供专业的设备 提供专业的指导 而我目前看到的是 很多健身房看这个人买了年卡 又不买课就让他自生自灭了 如果屏幕前的你是开健身房 开工作室的 请麻烦配一个专业的架子 还有杆子 如果你是个普通爱好者 那请对重量保持敬畏之心 要保护好自己